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一直在等待一个可以正式与大家宣布的时机 而今天这个时机到 由QS艺术家Viper主导 以及所有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Queen Studios旗下品牌InArt第一款1比6可动人偶Joker 今天在这里正式和大家见面 大家好 我是Viper Joker是我最喜欢的角色 同时他也是所有缓派角色中最受欢迎的一位 决定以这个角色作为我们InArt系列第一款产品 我觉得非常合适 这款作品的原型出自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 我们选取了其中最经典 追剧代表性的两幕来进行了还原 第一幕是小丑在与黑帮谈判时的场景 第二幕呢 是小丑在监狱中接受损讯时的场景 而这两幕都不同的反映了小丑 疯狂阴暗的人物性格 市场上已经有不少顶尖的可动网傲制造公司 与他们相比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但我们相信 我们还是具备了一些优势 相信所有了解QS的朋友 应该知道我们在制作头雕的能力上 不论是造型的还原度 还是逼真程度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看重的 尤其是在可动人偶的脸部涂装 及直发环节 将是我们相对于其他品牌更强的优势 如何设计出与其他品牌不同 且把玩性更强更容易上手的作品 是我们研究的课题 为此 我们在这次1比6可动小手上 做了很多的设计 总共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标准版 高级版和豪华版 为了让玩家在把玩手写 头雕有更好 更舒适的流畅体验 我们这次选择把以往传统的 球形关节连接器 改为和雕像一样的磁吸方式 进行连接 其次 每一版都对电影中的场景 做了实景还原 我们不仅还原了石木地板 金属的栏杆 穷龙之外 还还原了电影中 一些重要的配件 尤其是在小比例枪械的制作上 你可以亲自去操作 装弹 搭枪栓 因为所有的武器 都使用了金属的材质进行制作 在把玩过程中 能明显感受到它的重量和质感 另外 在衣服的面料和版型上 我们也进行了层层筛选 我们找到了优质的供应商 定制了更薄更贴身的衣服 而在眼球制作上 我们采用了独特的制作工艺 将眼球制作成可动形态 玩家在把玩时可以自由改变 你的方向 标准版中包含了一颗焦发板 瓶颈表情头条 一个素体 以及一个可以替换子大衣的身体 配件方面包含1比6美元一套 扑克牌一套 一把Glock 17手枪 以及手枪弹夹 一把武器弹簧刀 一把M76冲锋枪 以及冲锋枪弹夹 手雷则配备了三种型号 分别是M67手雷 M26A1手雷 M26A2手雷 以及紫色绳配金属拉环 最后还有一座磁锡圆形地台 高级版的话 是在这个基础上 增加了一只坏效表现人偶 以及纯金属球龙 跟石木地板的地台 而豪华版 除了双头雕改为直发 其他配置均与高级版相同 无论是头雕 身体还是地台 这三个配件中的任意一个增加 都能创造出更多的组合 相信这次产品配置 一定能满足玩家的需求 这款1比6可动小丑 是我们EART推出的第一款产品 希望它可以给玩家们 带来非常棒的收藏和把玩体验 如果你也对小丑这个角色情有独钟 那这一次 一定是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相对环境尽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Quin Studios一直在不断地提升与进步 接下来还会有众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设计制作当中 感谢所有陪伴QS一路前行的朋友 你们的认可与鼓励 一直是我们前进路上最重要的独立园区 可能接下来的路并不会一汤风顺 但我们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所有的挑战 在为收藏而生这条道路上 希望可以与你们并肩前行 再次感谢大家一路既往的支持 我们后会有期